实话说一个家本来就很需要钱的 我根本就没有想过事情搞得这么严重 就这样抱着侥幸的心里 许玲也过着自欺欺人的生活 她有时候会跟着捕海前往湖南销赃 有时候还帮着捕海处理偷来的车的相片 后来有一天她把奶奶相片给我 然后我帮她修了一下 去玩之后她告诉我 我说车子到底是哪里来的 然后她说收的也有弄的 直到被警方抓获失去自由时 许玲才彻底的清醒 如今她也后悔不已 她希望小孩能过更好的生活 我能理解她 作为女人我真的能理解她 可是哪怕做出我违法犯罪的事情 你不觉得代价太大吗 很后悔 如今捕海和许玲 虽然为自己的行为都深感后悔 但是他们都声称 是为了孩子的幸福生活 才不得已而为之 可是她们年仅四岁的女儿杨阳 真正需要的又是什么呢 自从捕海入狱之后 为了生计 许玲也在当地打工 四岁的女儿杨阳 更多的时候 是由捕海的父母照料 捕海的父亲 不孕更告诉我们 小孙女每天都盼着爸爸回家 一家团圆 那是她的妈妈打工具了 她有说什么吗 她说我们病人的 不孕更说 四岁的杨阳对于爸爸入狱的事情 心里似乎十分清楚 这件事情对她的伤害很大 对于儿子走上今天的这一步 老人觉得十分难受 不孕更告诉我们 自己家的条件的确很苦 但是年过六旬的她 宁愿再出去卖苦力 赚钱帮儿子 也不愿意看到 儿子走上犯罪的道路 作为父母 捕海和许玲 想要让女儿过上更好的生活 这原本无可厚非 但是这并不能成为 他们偷盗的理由 如今小女孩天天盼着爸爸回家 她根本不知道 爸爸其实被关在看守所 孩子最需要的是什么 是纯粹的物质条件 还是父母的陪伴 一家的团圆 但愿此时失去自由的捕海 能真正想清楚这个问题 多数捕海人